柔家掀开她手道 我现在教你不要把汗手碰我 听不听我的话 我叫你出去 你心上不是要出去吗 我留得住你 留住你也没有意思 你留在旅馆里准跟我找茬子生气 洪剑放手 气鼓鼓坐在那张椅子里道 现在还不是一样的在吵嘴 你要我留在旅馆里陪你 为什么那时候不老实说呢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我知道你存什么心思 柔家回过脸来 忧远地说 你真是爱我 不用我说就会知道 这是勉强不来的 要等我说了你才体贴到 那就算了 一个陌生人跟我一路同来 看见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也不肯撇下我一个人好半天 你还算是爱我的人呢 洪剑冷笑道 一个陌生人肯对你这样 早已不陌生了 至少也是你的情人吧 你别捉我的错字 也许她是个女人呢 我宁可跟女人在一起的 你们男人全不是好人 只要哄得我们让你们趁了心 就不在乎了 这几句话 触起洪剑的心事 她走进床盘说 好了 别吵了 以后你打我 碾我 我也不出去 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这样总好了吧 柔家脸上微头笑影说 别说的那样可怜 你的好朋友已经说 我把你勾住了 我再不让你跟他出去 我的名气更不知怎样坏呢 告诉你吧 这是第一次 我还对你发脾气 以后我只去不开口了 随你出去了 半夜三更不回来 免得讨你们的厌 你呀 对心梅的偏见太深 她倒是一片好意 很关心咱们俩的事 你现在气平了没有 我有句正经话要跟你讲 你肯不肯听啊 你说吧 听不听有我 是什么正经话 要把脸板得那个样子 她忍不住笑了 你 你会不会是 怀了 所以身体这样不舒服 什么 胡说 她脆快地回答 假如真有了孩子 我不饶你 我不饶你 我不要孩子 饶我不饶我是另外一件事 咱们不得不有个准备呀 所以赵新梅她才劝我和你赶紧结婚呢 柔家豁得坐起睁大眼睛 脸全清了 你把咱们的事告诉了赵新梅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一定向他吹 说时 手使劲拍着床 红剑吓得倒退几步道 柔家呀 你别误会 你听我解释 我不要听你解释 你欺负我 我从此没有脸见人 你欺负我 说时又倒下去 两手暗眼 胸脯一耸一耸地哭 红剑的心 不是羽衣的材料做的 给她的眼泪浸透了 忙坐在她头边 拉开她手 替她示泪 带红带炫 她哭得累了 才收累 让她把这件事说明白 她听完了 哑声说 咱们的事 不要她来管 她又不是我的保护人 只有你不争气 把她的话当圣旨 你要听她的话 你一个人去结婚得了 别勉强我 红剑道 这些话不必谈了 我不听她的话 一切都随你做主 我买给你吃的荔枝 你还没有吃呢 要吃吗 好 你就睡着不要动 我包给你吃 说时把茶几跟自纸楼移进床前 我今天出去回来都没坐车 这东西是我省下来的车钱买的 当然我有钱买水果 可是省下钱来买 好像那才算是真正是我给你的 柔家累自的脸温柔一笑道 那几个钱何必去省他 自己走累了犯不着 省下来几个车钱 也不够买这许多东西 红剑道 这东西讨价也并不算贵 我还了价 居然还买成了 柔家道 你这人从来不会买东西 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便宜 你自己吃呢 不要敬给我吃 红剑道 因为我不能干 所以才娶你这一位贤内助呀 柔家言表他说 内助没有朋友好 红剑道 哎呀 你看你又来了 朋友只好绝交 你既然不肯结婚 那连内助也没有 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朋啊 柔家道 别胡说 时候不早了 我下午没睡着 晚上又等你 我眼睛哭肿了没有 明天见不得人了 给我面镜子 红剑桥他眼皮果然肿了 不肯老实告诉 只说 只肿了一点点 没关系 好好睡一觉 那肿就消了 哎 何必起来照镜子呢 柔家道 我总要洗脸漱口的 红剑洗澡回事 柔家已经躺下 红剑问 你睡的是不是刚才的枕头 上面都是你的眼泪 潮湿得很 枕了会不舒服的 哎 你睡我的枕头吧 你的湿枕头 让我睡 柔家感激道 傻孩子 枕头不用换的 我早把它翻过来 换一面睡了 你腿上擦破皮的地方 这时候痛不痛 我起来替你包好他 红剑洗澡时 腿浸在肥皂水里 现在伤处惺惺惺作痛 可是他说 早好了 一点也不痛 你放心快睡吧 柔家说 红剑 我给你说的很担心 结婚的事随你去办吧 红剑冲洗过头发 正在梳理 听见这话 放下梳子 弯身吻他额头道 我知道你是最讲理 最听话的 柔家快乐地叹口气 转脸向里 沉沉睡熟了 以后这一星期 两人忙得失魂落魄 这件事做到一半 又想起那件事该做 承心梅的亲戚设法帮忙 注册结婚没发生问题 此外写信通知家里要钱 打结婚戒指 做一身新衣服 进行注册手续 到照相馆 借现成的礼服照相 请客 搬到较好的旅馆 临了还要记相片 到家里催款子 虽然很省事 两人身边的钱全花完了 亏得心梅送得厚礼 洪健因为下半年 职业尚无着落 暑假里又没有尽款 最初不肯用钱 衣服就主张不做新的 做新的也不必太好 柔家说 她不是虚荣浪费的女人 可是终身大典 一生只有一次 该像个样子 已经简陋的无可简陋了 做了治疗好的衣服 明年也可以穿的 两人忙碌坏了脾气 不免争执 柔家发怒道 我本来不肯在这儿结婚 这是你的主意 你要我那天打扮得像叫花婆吗 这儿举目无亲 一切事都要自己去办 商量的人都没有 别说帮忙 我麻烦死了 家里人手多 钱也总有办法 爸爸妈妈为我的事 准备一笔款子 你也可以写信 问你父亲要钱 假如咱们在上海结婚 你家里就一个钱不花吗 咱们那次订婚 已经替家里省了不少事了 洪健是留学生 知道西洋流行的三批运动 Poor Pop Pace 可怜的爸爸为孩子们付账 做儿子的 平时呐喊着独立自主 到花钱的时候 逼老头子掏腰包 洪健听从柔家的话 写信给父亲 柔家看了信稿子 嫌措辞不够明白诚恳 要他重写 还说 怎么你们父子坚这样客气 一点不亲热的 我跟我爸爸写信 从不起稿子 洪健向初次发表作品的文人 给人批评了一顿 气得要投笔粉稿 不肯再写 柔家说 你不写就不写 我不稀罕你家的钱 我会写信给我爸爸 他写完信 问他要不要审查 他拿过来看 果然语气亲热 纸上的爸爸妈妈 写得如文其声 结果洪健也把信发了 没给柔家看 后来 柔家知道是虚惊 埋怨洪健说 都是他偏听心梅的话 这样草草结婚 反而惹家里的疑心 可是 家信早发出去 一切都预备好 不能临时取消 结婚以后的几天 天天盼望家里回信 远不及在贵临时的 无忧无虑 方家孙家陆续电汇了钱来 回上海的船票 新梅替他们订好 赵老太太也到了香港 不日飞重庆 开船前两天 洪健夫妇上山去看新梅 一来拜见赵老太太 二来送行 三来辞行 四来还船票等等的账 他们到了新梅所住的亲戚家里 送进名片 新梅跑出来 看门的跟在后面 新梅满口的 嫂夫人劳步不敢当 柔家微笑抗议说 赵叔叔别那样称呼 我登不起 新梅道 没有这个道理 洪健 你来得不巧 苏文丸在里面 她这两天在香港 知道我母亲来了 今天刚来看她 你也许不愿意看见苏文丸 所以 我才赶出来向你打招呼 不过 她知道你在外面 洪健 上红脸 望着柔家说 那么 咱们就不进去了吧 就托 新梅 替咱们 向老伯母说一声 新梅 买船票的钱 还给你 新梅 正推辞 柔家说 既然来了 总要见见老伯母的 她今天 穿了新衣服来的 胆气大壮 并且有点好奇 洪健 虽然怕见苏文丸 也触动了好奇心 新梅 领他们进去 进课堂以前 洪健把草帽 挂在架子上的时候 柔家打开手提袋 照了照镜子 苏文丸比去年更时髦了 脸也风鱼得多 旗袍 掺和西式 锦翘林立 袍胜的花纹 是淡红浅绿 横条子 尖着白条子 花得像欧洲 大陆上小国的国旗 手边茶几上 搁一顶 扩边大草帽 当然是她的 趁着柔家手里的 小洋伞 落伍了一个时代 洪健一进门 老远就深深鞠躬 赵老太太站起来招呼 文丸安坐着 轻快地说 方先生 好久不见 你好啊 欣梅说 这位是方太太 文丸早看见柔家 这时候仿佛听了 欣梅的话 才发现她似的 对她点头时 眼光从头到脚撇过 柔家惊不起她 这样看一遍 局促不安 文丸问欣梅道 这位方太太 是不是还是那家 什么银行 钱庄 哎 我记性真坏 经理的小姐 洪健夫妇全听清了 脸同时发红 可是不变博答 因为文丸问的声音 低得似乎不准备 给他们听见 心没意识后不明白 只说 这是我一位同事的小姐 上礼拜在香港结婚的 文丸如梦方觉 自惊自叹道 原来又是一位 方太太 你一向在香港的 还是这一次从外国回来 经过香港 红健紧握椅子的靠手 防自己跳起来 心眉暗暗摇头 柔家只能承认 并非从外国进口 而是从内地出口 文丸对她的兴趣 顿时消灭 跟赵老太太 继续谈他们的话 赵老太太说 她有生以来 第一次坐飞机 预想着就害怕 文丸笑道 伯母 你有心没陪你 怕些什么 我一个人飞来飞去 就五六次了 赵老太太说 怎么你们先生 就放心你一个人 来来去去吗 文丸道 她在这儿 有公事分不开身呢 她陪我飞到重庆 去过两次 第一次是刚结了婚 去见家父 她本来今天 要同我一起来 拜见伯母的 待遍看看心眉 心眉道 我还是你们结婚这一天 见过曹先生的 她现在 没有更胖吧 她好像比我矮一个头 容易见得胖 在香港没有关系 要是在重庆 管理物资粮食的公务员 发了胖 人家 就要开她玩笑了 红剑今天来了 第一次要笑 文丸脸色微红 赵老太太没等她开口 就说 心眉 你这孩子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爱胡说 这个年头 发胖不好吗 我就嫌你太瘦 文丸小姐 做母亲的人 总觉得儿子不够胖的 你气色好得很 看着你 我眼睛都舒服 你家老太太 看见你 准心里喜欢 你回去 替我们问候曹先生 她公事忙 千万不要劳步 文丸道 她偶尔半天不到办公室 也没有关系 不过今天 她向办公室也请了假 昨天喝醉了 赵老太太 婆婆妈妈地说 酒这个东西伤身得很 你以后劝她少喝 文丸 眼风掠过心眉脸上 回答说 她不会喝的 不像心眉那样洪亮 威士忌一喝就是一瓶 心眉听了上一句 向洪健偷偷做个鬼脸 要对下一句抗议都来不及 她是给人家灌醉的 昨天我们大学同班 在此地做事的人 开聚餐会 帖子上写明写卷 她算是我的卷 我带了她去 人家把她灌醉了 洪健忍不住问 咱们一班 有多少人在香港呀 文丸道 呦 方先生 我忘了你也是我们同班 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 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 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 心眉道 你瞧 你多神气 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 学文科的人 穷的都没有脸见人 不敢认同学了 亏得有你 称称文科生的场面 文丸道 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力 你不是法科吗 要讲走运 你也走运 说实胜利地笑 心眉道 我比你们的曹先生 就差得太远了 开同学会 都是些吃饱了饭 没事干的人 跟阔同学拉手去的 看见不得意的同学 问一声 你在什么地方做事啊 不等回答 就伸长耳朵 收听阔同学的谈话了 做同学的时候 开联欢会 还有点男女社交的作用 我在美国 人家就把留学生的下令会 说是三头会议 出风头 冲冤大头 还有是情人做花头 大家都笑了 赵老太太笑得带呛 不许心眉胡说 文丸笑得比人家短促 说 你自己也参加下令会的 你别赖 我看见过那张照相 你是三头里什么头 心眉回答不出 文丸拍手道 好 你说不出来了 伯母 我看心眉近来 没有从前老实 心眼也小了许多 恐怕她这一年来 结交的朋友有关系 柔家注视红剑 红剑又紧握着椅子的靠手 伯母 我明天不送你上飞机了 下个月在重庆见面 那一包小东西 我回头派用人送来 假如伯母不方便带 让她原物代转得了 她站起来 提了大草帽的鹰 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 提着盾牌 叮嘱赵老太太不要送 对心眉说 我要罚你 罚你替我拿那两个纸盒子 送我到门口 心眉 瞧红剑夫妇站着 防她无礼不理他们 说 方先生方太太也在招呼您呢 闻完才对红剑点点头 伸手让柔家拉一拉 姿态就仿佛伸指头 到热水里去试试烫不烫 脸上的神情 仿佛跟比柔家 高出一个头的人拉手 眼光超越柔家头上 然后她亲热地说 伯母再见 对心眉 四喜四称望一眼 心眉 忙抱了那个盒子 跟她出去 红剑夫妇跟赵老太太敷衍 等心眉进来了 起声告辞 赵老太太留他们多坐一会儿 一臂埋怨心眉道 你这孩子又发傻劲 何苦去损他的先生 红剑暗想 苏文婉也许得意 以为心眉 未能忘情 发猝劲呢 心眉道 你放心 她绝不生气 只要咱们替她 带私货就行了 心眉要送他们到车站 出了门说 苏文婉今天太岂有此理 对你们无礼得很 红剑故作霍答道 哎呀没有什么嘛 人家是阔小姐 阔太太 这点点神器 应该有的 她眉留心 柔家看她一眼 你说带私货 是怎么一回事 心眉道 她每次飞到重庆去 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 药品高跟鞋 自来水笔之类的去送人 也许是卖钱 我不清楚 红剑惊异地要叫起来 才知道高高荡荡 这片青天 不是上帝和天堂的所在了 只供给头炸弹 走单帮的方便 一笔说 哎怪事 我真想不到 她还要做生意吗 我以为 只有李梅婷这种人 会带私货 她不是个女诗人吗 这白话诗 还做不做了 心眉笑道 不知道啊 她真会经济呢 她刚才就劝我母亲 快买外汇 我看女人 全功于心计的 柔家沉着脸 只当没听见 红剑道 我胡说一句啊 她好像跟你很 很亲密嘛 心眉脸红道 她知道我也在重庆 每次来总找我 她现在对我 只有比她结婚以前 对我好 红剑鼻子里出冷气 想说 怪不得 你要有张护身照片 可是没有说 心眉顿一顿 眼望远处说 方才我送她出门 她说她那儿 还保存我许多信 那些信我全忘了 上面不知道 我写些什么 她说 她下个月到重庆来 要把信 带还我 可是 她又不肯 把信全数还给我 她说 信上有一部分的话 她现在还可以接受 她要我当她的面 一封一封地捡 挑她现在 不能接受的信 还给我 你说可笑不可笑 说完不自然地笑 柔家冷静地问 她不知道 赵叔叔要订婚了吧 心眉道 我没告诉她 我对她泛泛得很 送红剑夫妇 上了下山的缆车 心眉回家路上 忽然明白了 叹气道 哎 只有女人会看透女人 红剑闷闷上车 她知道自己从前对不住苏文婉 今天应当受她的怠慢 可气的是 连累柔家也遭了欺负 当时为什么不讽刺苏文婉几句 到低头忍气尽她放肆 事后追想 真不甘心 不过 受她冷落还在其次 只是 这金锡之笔 使人伤心 两年前 不 一年前 跟她完全是平等的 现在呢 她高高在上 跟自己的地位 简直是云迷之别 就像心眉吧 承她瞧得起 把自己当朋友 可是 她也一步一步高上去 自己要仰攀她 不比从前那样 分平抗礼了 红剑玉博的心情 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 把墙壁狠命地撞 抓打 但找不着出路 柔家见她不开口 忍住也不讲话 回到旅馆 查房开了房门 红剑脱外衣 开电扇 张碧当风说 回来了 哎 身体是回来了 灵魂恐怕早给情人带走了 柔家毫无表情地加上两句暗语 红剑当然说她胡说 她冷笑道 我才不胡说呢 上了缆车 就像木头人似的 一句话也不说 全忘了旁边还有个我 我知趣得很 绝不打扰你 看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话 现在我不是跟你说话了吗 我对今天的事啊 一点也不气 你怎么会气 你只有称心 那也未必 我有什么称心 看见你从前的情人 糟蹋你现在的老婆 而且当着你那位好朋友的面 还不称心吗 柔家放弃了嘲讽的口吻 坦白地愤恨说 我早告诉你 我不喜欢跟赵新梅来往 可是我说的话有什么用 你要去 我敢说不吗 去了就给人家瞧不起 给人家笑 你这人真是蛮不讲理 不是你自己要进去吗 事后倒推到我身上 并且 人家也没有糟蹋你啊 临走还跟你拉了手 柔家怒急而笑道 我太荣幸了 成贵夫人的御手碰了我一碰 我这只剑手就一辈子的香 从此不敢洗了 没有糟蹋我 人家打到我头上来 你也会好像没看见的 反正老婆是该受野女人欺负的 我看见自己的丈夫给人家笑骂 倒实在受不住 觉得我的脸都拨光了 她说新梅的朋友不好 不是指的你吗 让她去骂 我要回敬她几句 她再受不了呢 你为什么不回敬她 何必跟她计较 我只觉得她可笑啊 好宽宏大量 你的好脾气大度量 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 给我享受享受 见了外面人 低头陪笑 回家对我 一句话不投机 就翻脸吵架 人在看帮红剑 又客气又有耐心 不知道我受你多少气 只有我呢 换了那位贵小姐 你对她发脾气看看 她顿一顿说 当然 娶了那种称心如意的好太太 脾气也不至于发了 她的话一部分是真的 加上许多调味的作料 红剑没法回泊 气呼呼望着窗外 柔家瞧她说不出话 以为最后一句话 刺中她的隐情 嫉妒地坐立不安 管制了自己声音里的激动 冷笑着自言自语道 我看破了 全是吹牛 全是吹牛 红剑回身问 谁吹牛 你呀 你说她从前如何爱你 要嫁给你 今天她明明和赵新美好 正眼都没瞧你一下 是你追求她没追到吧 男人全这样吹的 红剑对这种 古史辨识的遗古论 提不出反正 只能反复说 就算我吹牛 你看破好了 就算是我吹牛 柔家道 人家多少好 又美 父亲又阔 又有钱 又是女留学生 假如我是你 他不看中我 我还要跪着求呢 何况他居然垂青 红剑眼睛都红了 粗暴地截断他话 是的 是的 人家的确不要我 不过 也居然有你这样的女人 千方百计地 要嫁给我呀 柔家圆睁两眼 下唇咬得起一条血痕 颤声说 我瞎了眼睛 我瞎了眼睛 此后四五个终点里 柔家并未变成瞎子 而两人同变成哑子 吃饭做事 谁都不理谁 红剑自知说话太重 心里懊悔 但一时上不愿屈服 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 要到船公司 凭收据去领船票 这一张收据 是前天心没交给自己的 忘掉搁在什么地方了 又不肯问柔家 忙翻箱子掏口袋 找不见那张收条 急得一身身的汗 向长江里前浪没过 后浪又滚上来 柔家瞧他骚汗湿的头发 摸杖红的耳朵 便问 找什么 是不是传公司的收据 红剑惊骇地看他 希望顿声 和颜悦色道 你怎么猜到的 你看见没有 柔家道 你放在那件白西装的口袋里的 红剑顿脚道 该死该死 那套西装我昨天交给茶房 送到干洗做去的 怎么办呢 我快赶出去 柔家打开手提袋道 衣服拿出去洗 自己也不先理一理 随手交给茶房 亏得我替你捡了出来 还有一张烂钞票呢 红剑感激不尽道 谢谢你 谢谢你 柔家道 好容易千方百计 嫁到你这样一位丈夫 还敢不小心伺候吗 说实 眼圈微红 红剑打拱作一 自认不适 要拉他出去吃冰 柔家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别把吃东西来哄我 千方百计那四个字 我到死都忘不了的 红剑把手按他嘴 不许他叹气 结果 柔家陪他出去吃冰 柔家吸着橘子水 问苏文丸从前 是不是那样打扮 红剑说 三十岁的奶奶了 衣服越来越花 谁都要暗笑的 我看他远不如你可爱呀 柔家摇头微笑 表示不能相信 而很愿意相信 他丈夫的话 红剑道 你听心没说 他现在变得有多俗 从前的风芽 不知哪里去了 想不到这一年的功夫 会变得唯利是图 全部像是一个大家闺秀呀 柔家道 也许他并没有变 他父亲知道是什么贪官 女儿当然有遗传性的 一向他的本性潜伏在里面 现在他嫁了人 心理发展完全 就本相必现了 俗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太监 自己有了丈夫 还要跟心没勾搭 什么大家闺秀 我才是小老婆的女儿吧 像我这样一个又丑又穷的老婆 虽然讨你的厌 可是安安分分 不会出你的丑的 你娶了那一位小姐 保不住只替赵新梅养个外事了 红剑明知她说话太刻读 只能微微复合 这样坐见着苏文丸 他们俩言归于好 这次吵架像夏天的暴风雨 吵的时候很厉害 过得很快 可是从此以后 两人全存了心 管制自己 避免说话冲突 船上第一夜 两人在甲板上乘凉 红剑道 去年咱们第一次同船到内地去 想不到今年同船回来 已然是夫妇了 柔家拉他手代替回答 红剑道 那一次我跟新梅 在甲板上讲的话 你到底听了多少 说老实话 柔家撒手道 谁有心思来听你们的话 你们男人在一起讲的话 全部中听的 后来忽然听见我的名字 我害怕得只想逃走 红剑笑道 你为什么不逃呢 柔家道 名字是我的 我当然有权利听下去 红剑道 我们那天 没讲你的坏话吧 柔家撇他一眼道 所以我上了你的当 我以为你是好人 谁知道你是最坏的坏人 红剑拉他手代替回答 柔家问今天是八月几号 红剑说二号 柔家叹息道 再过五天 就是一周年了 红剑问什么一周年 柔家失望道 你怎么忘了 咱们不是去年八月七号的早晨 赵新梅请客认识的吗 红剑惭愧的 比忘了国庆日和国旨日都厉害 盲说 我记得 你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我都记得 柔家欣慰道 我那天穿一件蓝花白底子的衣服 是不是 我倒不记得你那天是什么样子 没有留下印象 不过那个日子 不过那个日子当然记得 这是不是所谓缘分 两个陌生人偶然见面 慢慢地要好 红剑发议论道 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 没有一个认识的 不知道他们的来头 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 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 是出于偶然 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 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 和咱们一样有非成不可的理由 这好像开无限电 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 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精细 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 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 半句昆曲 机灵狗碎凑在一起是莫名其妙 可是这每一个破碎的片段 在他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 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 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 就能了解他的意义 我们彼此往来也是如此啊 相知不深的陌生人 柔家打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哈欠 向一切人 洪剑恨旁人听自己说话时候打哈欠 一年来在课堂上 变相催眠的经验 更增加了他的恨 他立刻闭嘴 柔家道歉道 我累了 你讲下去啊 洪剑道 累了就快去睡 我不讲了 柔家怨道 好好地讲咱们两个人的事 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 整个人类 洪剑恨恨道 跟你们女人讲话呀 只有讲你们自己 此外啊 什么都不懂 你先去睡吧 我还要坐一会儿 柔家洋洋不彩地走了 洪剑抽了一支烟 气平下来 开始自觉可笑 那一段议论 真像在台上的演讲 教书不到一年 这习惯到养成了 以后要留心矫正自己 怪不得陆紫霄 做了许多年的教授 求婚也像考试学生了 不过 柔家也太任性 他常怪自己 对别人有讲有说 回来对他倒没有话讲 今天跟他长篇大章的谈论 他又打哈欠 自己家信里 还赞美他如何柔顺呢 洪剑这两天 尽相情窃 心事重重 他觉得 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 远别 虽非等于赞死 至少变得陌生 回家 只向半生的东西回锅 要煮一会儿才会熟 这次带了柔家回去 更要费好多时候 来和家里适应 他想得心烦 怕去睡觉 睡眠这东西 脾气怪得很 不要他 他偏会来 请他哄他 千方百计勾引他 他拿身份 躲得影子都不见 与其热枕头上翻来翻去 还是甲板上坐坐吧 柔家等丈夫来讲和 等好半天他不来 也收拾起怨气 睡了 第九章 洪剑赞美他夫人柔顺 是在报告订婚的家信里 方老先生看完信 叫得向母鸡下了蛋 一分钟内全家知道这消息 老夫妇惊异之后 既已懊恼 方老太太尤其怪儿子冒失 怎么不先征求父母同意就订婚了 顿翁道 咱们尽了做父母的责任了 替他攀过周家的女儿 这一次他自己做主 好呢再好没有 坏呢将来也不会怨到爹娘 你何必去管他们呢 方老太太道 不知道那位孙小姐是个什么样子 红剑真糊涂 照片也不记一张 顿翁向二媳妇手里 要过信来看 道 他信上说他 性情柔顺 向一切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方老太太对于白纸上写的黑字 非常迷信 可是他起了一个人文地理的疑问 他是不是外甥人 外甥人的脾气总带点蛮 跟咱们合不来的 二奶奶道 不是外甥人 是外线人 顿翁道 只要红剑觉得他柔顺就好了 哎 现在的媳妇 你还希望他对你孝顺吗 哼 这不会有的了 二奶奶三奶奶彼此做个眼色 脸上的合跃表情同时收敛 方老太太道 不知道孙家有没有钱 顿翁笑道 他父亲在报馆里做事 报馆里的人会敲竹杠 应当有钱吧 我看哪 老大这个孩子是吃人多福 第一次订婚的周家很有钱 后来看中苏红叶的女儿 也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这一次的孙家 我想不会太早 无论如何 这位小姐是大学毕业 在外面做事 看来能够自立呀 顿翁这几句话 无意中替柔家树的两个仇敌 二奶奶和三奶奶的娘家 景况平常 他们只在中学念过书 红剑在香港来信报告结婚 要父亲寄钱 顿翁看后又惊又怒 立刻非常沉默 他跟方老太太关了房门 把信研究半天 方老太太怪柔家引诱儿子 顿翁也对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 发表了不恭敬的意见 但他是一家之主 觉得家里任何人丢脸 就是自己丢脸 家丑不但不能外扬 而且不能内扬 要替大儿子大媳妇 在他们兄弟肘里之间遮隐 他叮嘱方老太太 别对二媳妇三媳妇提起这件事 叹气道 儿女真是孽债 一辈子要为他们操心 你何必生气呀 他们还知道要结婚 这就是了 吃晚饭时 顿翁笑得相当自然 说 老大今天有信来 他们到了香港 同走的几位朋友里 有人要在香港结婚 老大看了眼红 也要同时跟孙小姐举行婚礼 年轻人做事 总是一窝蜂似的 喜欢凑热闹 他信上还说 省我的钱 省我的事呢 这也算是他体恤咱们了 孩子他们 是不是啊 等大家惊叹完毕 他继续说 彭屠凤仪结婚的费用全是我负担的 现在结婚 还要像从前在家乡那样的排场 我开支不起了 红剑省得我掏腰包 我何乐而不为呀 可是 彭屠 你明天替我电汇给他一笔钱 表示 我对你们三兄弟一视同仁 免得将来老大怪父母不公平 晚饭吃完 顿翁出座时又说 他这个办法很好 每逢结婚 两个当事人无所谓 倒是旁人替他们忙 假如他在上海结婚 爹娘不用说 就是你们夫妇 也要忙得焦头烂额 现在大家都方便了 他自信这几句话点名厉害 儿子媳妇们不会起疑了 他当天日记上写道 见儿香港来书 云将在港与孙柔家女士玩音 盖枕念时间加毁 所以节用省事也 其意可加 当祭款 欲成其事 三奶奶回房正在洗脸 二奶奶来了 低声说 听见没有 我想这事不妙啊 从香港到上海这三四天的功夫 都等不及了吗 三奶奶不愿意输给他 便道 他们忽然在内地订婚 我那时候就觉得太突兀 这里面早有毛病 二奶奶道 对了 我那时候也这样想 他们几月里订婚的 两人屈指算了一下 相视而笑 凤仪是老实人 吓得目瞪口呆 二奶奶笑道 三叔 咱们这位大嫂 恐怕是方家媳妇里破纪录的人了 过了几天 结婚照片寄到 柔家照上的脸 差不多是他理想中自己的脸 顿翁见了喜欢 方老太太也几次三回 戴上做活的眼镜细看 凤仪私下对他夫人说 孙柔家还漂亮 比死掉的周家的女儿好得多 三奶奶冷笑道 照片靠不住的 要见了面才做准 有人上照 有人不上照 很难看的人往往照相很好 你别上当 为什么只照半身 一定是全身不能照 劈的纱 爆的花都遮盖不了 我跟你打赌 我是你家明媒正举的 现在要叫这种女人大嫂嫂 倒进了眉 我真不甘心 你瞧 这就是大学毕业生 二奶奶对丈夫发表感想如下 你留心没有 孙柔家脸上一股妖气 一看就是个邪道女 所以会干那种无耻的事 你父亲母亲一对老糊涂 倒赞他美 不是我吹牛 我家的姐妹多少正经干净 别说从来没有男朋友 就是订了婚 跟未婚夫通信爹都不许的 红图道 老大这个月价 恐怕比不上周家 周后卿很会投机做生意 他的点金银行发达得很 老大和他闹翻真是傻瓜 我前天碰见周后卿的儿子 从前跟老大念过书 年纪十七八岁 已经做点金银行的乡礼了 会开汽车 我想结交他父亲 把周方两家关系恢复 将来可以和谷投资 这话你别露出去啊 柔家不愿意一下船就到婆家去 要先回娘家 红健了解他怕生的心理 也不勉强 他知道家里分不出屋子来给自己住 脱离周家以后住的那间房 又黑又霞 只能搁张小床 柔家也声明过 他不会在大家庭里做媳妇的 暂时两人各住在自己家里 一面找房子 他们上了岸 向大法兰西共和国上海租界维持治安的巡警侦探们付了买路钱 赎出行李 红健先送夫人到孙家 因为汽车等着 每秒钟都要算钱 拜见丈人丈母的礼节 简略置于极点 他独自回家 方顿翁夫妇 乔新娘没同来 很不高兴 同时又放了心 红健住的那间小屋 现在给两个老妈子睡 还没让出来 新娘真来了 连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 老夫妇问了儿子许多话 关于新妇以外 还有下半年的职业 红健撑场面 说报馆请他做资料室主任 顿翁道 那么 你要常住在上海了 家里挤得很 又要废我的心 为你就近找间房子 唉 至亲不屑 红健说不出话 顿翁吩咐儿子 晚上去请柔家 明天过来吃午饭 同时 问丈人丈母 什么日子方便 他要挑个饭店 好好地请亲家 他自负精通人情世故 笑对方老太太说 照老是结婚的办法 一顶轿子 就把新娘抬来了 管他怕生不怕生 现在不成了 我想叫二奶奶或者三奶奶 陪老大到孙家去请他 表示欢迎 这样一来 他可以比较不陌生吗 三奶奶沉着脸 二奶奶欢笑道 好极了 咱们是要去欢迎大嫂的 明天我陪你去得了 大哥 红健忙一口谢绝 人三以后 三奶奶对二奶奶说 姐姐你真是好脾气 孙柔家是什么东西 摆臭架子 要我们去迎接他 我才不肯呢 二奶奶说 他今天不肯来 是不会来的了 我猜准他快要生产了 没有脸到婆家来 今天推明天 明天推后天 咱们索性等着双喜进门吧 我知道老大绝不让我去的 你瞧他那时候多少着急 三奶奶自愧不如 说 老大虽然是长子 方家的长孙总是你们阿丑了 孙柔家赶快生个儿子也没有用 二奶奶指头点他一下道 哟 他们方家有什么大家司可以分 这个年头还讲长子长孙吗 阿丑和你们阿兄不是一样的方家孙子 老头子几个钱快完了 往常田里的那笔进账 现在都落了空 老大三四个月不贴家用了 我看以后还要老头子替他养家呢 三奶奶叹气道 他们做父母的心全骗到家质窝里的 老大一个人大学毕业留养 钱花的不少了 现在还要用老头子的钱 我就不懂 他留了养有什么用 别说比不上二个了 比我们老三都不如 二奶奶道 咱们瞧女大学生自立吧 二人旧闲尽势 亲热的又如结义姐妹 因为亲生姐妹到彼此嫉妒的 孙柔家做梦也没想到 他做了轴里间的和平使者 午饭后 顿翁睡午觉 老太太压着两个满不愿意的老妈子腾房间 二奶奶三奶奶各陪小孩子睡觉 阿丑阿兄没人照顾 便到课堂里缠住红剑 阿丑问大伯伯讨大伯母看 顽皮地问 大伯伯谁是孙柔家 阿兄距离红剑几步 光着眼吃指头 听了这话 拔出指头 叼嘴咬舌道 孙柔家不可以说的 要说大娘 大伯伯 我没有说孙柔家 红剑心不在焉道 你好 阿丑 阿丑讨喜酒吃 红剑说 别吵 明天爷爷给你吃 阿丑道 那么你现在给我吃块糖 红剑说 你不是刚吃过饭吗 吃什么糖 你没有兄弟弟乖 阿兄又拔出指头道 我也要吃块糖 红剑摇头道 讨厌死了 没有糖吃 阿丑爬上靠窗的桌子 看街上的行人 阿兄人小 爬不上 要大伯伯抱他上去 红剑忙着算账 不理他 他就哭丧着脸 嚷要撒尿 红剑没做过父亲 毫无办法 放下铅笔说 你憋住了 我掺你上楼去找你张马 可是你上了楼 就不许再下来了 阿兄不愿意上去 指桌子旁边的谈鱼 红剑说 随你便 阿丑回过脸来说 刚走过一个人 他一直手里拿一根棒冰 他有两根棒冰 试了一根 又试了一根 大伯伯 他有两根棒冰 阿兄听得忘了撒尿 说 我也要看那个人 让我上去 阿丑得意的 他走到不知哪儿去了 你看不见 大伯伯 你吃过棒冰没有 阿兄老实说 我要吃棒冰 阿丑忙从桌上跳下来 也老实说 我要吃棒冰 红剑说 等张妈或孙妈 收拾好房间 拆它去买 这时候不准吵 谁吵谁罚掉冰 阿丑问 收拾房间要多少时候 红剑说 至少等半个钟头 阿丑说 我不吵 我看你写字 阿丑吃够了右手的食指 换个左手的无名指尝心 红剑写不上十个字 阿丑道 大伯伯 半个钟头 到了没有 红剑不耐烦道 胡说 早得很呢 阿丑熬了一会儿 说 大伯伯 你这支铅笔好看得很 你让我写个字 红剑知道 铅笔到他手里 准处死刑断头 不肯给他 阿丑在课堂里东找西找 发现铅笔半寸 就请客帖子一个 把铅笔头在嘴里 损了一损 立一透纸背 写了大字和方字 像一根根火柴搭起来的 红剑说 好好 你上去瞧张妈 收拾好没有 阿丑去了下来 说还没有呢 红剑道 你只能再等一下了 阿丑道 大伯伯 新娘来了 是不是住在那间房里 红剑道 不用你管 阿丑道 大伯伯 什么叫做关系 红剑不懂 阿丑道 你是不是跟大娘 在学堂里有关系的 红剑拍桌跳起来道 什么话 谁教你说这种话的 阿丑吓得脸胀得 比红剑还红 道 我 我听见妈妈 对我爸爸说的 红剑愤恨道 你妈妈混账 你没有兵吃 罚掉你的兵 阿丑瞧红剑认真 知道兵不会倒嘴 来一个精神战胜 退到比较安全的距离 说 我不要你的兵 我妈妈会买给我吃 大伯伯最坏 坏大伯伯 死大伯伯 红剑做事道 你再胡说我打你啊 阿丑歪着头 鼓着嘴 表示倔强不服 阿兄走进桌子说 大伯伯 我乖 我没有说 红剑道 你有兵吃的 别像他那样 阿丑听说阿兄依然有兵吃 走上来一手拉住他手臂 一手摊掌 说 你昨天把我的皮球丢了 快赔给我 我要我的皮球 这时候我要拍 阿兄慌的叫大伯伯解围 红剑拉阿丑 阿丑就打阿兄一下耳光 阿兄大哭 撒得一滴是尿 红剑正骂阿丑 二奶奶下来了责备道 小弟弟都给你们吵醒了 三奶奶听见 儿子的哭声也赶下来 两个孩子都给自己的母亲拉上去 阿丑一路生辩说 为什么大伯伯给他吃冰 不给我吃冰 红剑掏手帕擦汗 叹口气 想这种家庭里 柔家如何住得惯 想不到弟媳妇背后 这样糟蹋人 他们当然还有许多 不堪入耳的话 自己简直不愿意知道 阿丑那句话 现在知道了都懊悔 一向和家庭席而相望 不觉得他藏有多少 仇记卑鄙 现在为了柔家 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 才恍然明白 这几年来 兄弟轴里 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 自己有如蒙在鼓里 方老太在当夜翻箱倒窃 要找两件结余的首饰 明天给大媳妇做见面礼 顿翁笑他说 他们心事女人 还要带你那种老古董吗 我看算了吧 赠人以车 不如赠人以言 我明天倒要劝他几句话 方老太太结婚三十余年 对丈夫掉的书袋 早失去所解的好奇心 只懂最后一句 王说 你明天说话留神 他们过去的事千万别提 顿翁服然道 除非我像你这样笨 我在社会上做了三十多年的事 这一点人情事故 还不懂吗 明天上午 洪剑去接柔家 柔家道 你家礼比我们古板 今天去了 有什么礼节 我是不懂的 我不去了 洪剑道 今天是彼此认识一下 毫无礼节 不过父亲的意思是 要咱们对祖宗行个礼 柔家撒娇道 算你们方家有祖宗 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祖宗 你为什么不对 我们孙家的祖宗行礼 明天我叫爸爸 罚你对祖父祖母的照相 三跪九叩首 我要报仇 洪剑听他口气松动 裴小说 一切瞧我面上 受点委屈 柔家道 不是为了你 我今天真不愿意去 我又不是新进门的小狗小猫 要人抱了去拜造 到了方家 老太太瞧 柔家没有相片上美 暗暗失望 又嫌她衣服不够红 不像个新娘 尤其不赞成 她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 二奶奶三奶奶 打扮得淋漓尽致 天气热出了汗 像半融化的奶油洗字蛋糕 他们见了大嫂的相貌 放心是绿 但对她的身材不无失望 柔家 虽然没有沙拉 被恩哈托年轻时的纤细腰肢 不至于吞下一粒奎尼丸 肚子就像怀孕 但她的寿销是不能否认的 双喜进门的预言没有落实 顿翁一团高兴 问长问短 小说 以后红剑这孩子 我跟他妈就管不到他了 全交托给你了 方老太太插口说 是呀 红剑从小不能干的 七岁还不会穿衣服 到现在看他穿衣服不知冷暖 东西甜的咸的乱吃 完全像个孩子 少奶奶 你要留心他 红剑 你不听我的话 娶了媳妇 她说的话 你总该听了 柔家道 她也不听我的话的 红剑 你听见没有 以后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告诉婆婆 红剑傻笑 二奶奶和三奶奶 偷偷做个比搏的眼色 顿翁听柔家要做事 就说 我有句话劝你 做事固然很好 不过夫妇俩同在外面做事 家无主 扫帚倒数 乱七八糟 家庭也就有名无实了 我并不是顽固的人 我总觉得 女人的责任是管家 现在要你们孝顺我们 我没有这个梦想了 你们对你们的丈夫 总要服侍得他们称心的 可惜我在此地是逃难的局面 房子挤得很 你们住不下 否则你可以跟你婆婆 学学管家了 柔家勉强点头 行礼的时候 祭桌前铺了红毯 显然要红剑夫妇 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 柔家直挺挺踏上毯子 毫无下败的趋势 红剑跟他并肩三鞠躬完事 旁观的人说不出心里的惊骇和反对 阿丑嘴快 问父亲母亲道 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 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 无人接口 红剑炯得无地自容 亏得阿丑阿兄两人 抢到红毯上去跪拜 显得打架 转移了大家的注意 方老太太满以为 他们俩拜完了祖先 会向自己跟顿翁 正式行跪剑里的 红剑全部知道这些遗节 他想 一进门已经算见面了 不必多事 所以 这顿饭吃得并不融洽 阿丑硬要坐在柔家旁边 叫大娘夹这样菜 夹那样菜 拆换个不了 菜上到一半 柔家不耐烦敷衍这位讨厌侄儿了 阿丑便跪在椅子上 伸长手臂 自己去夹菜 一不小心 他把柔家的酒杯碰翻 柔家哀压一声 快起身躲 新衣服早染了一道酒痕 顿翁夫妇骂阿丑 柔家忙说没有关系 彭徒和二奶奶也痛骂儿子 不许他再吃 阿丑哭丧了脸 赖着不肯下椅子 他们希望 洪健夫妇会说句好话 替儿子留面子 谁知道 洪健只关切地问柔家 酒自喜得掉吗 亏他家的肉丸 没滚在你的衣服上 显得很呐 二奶奶板着脸 一把拉住阿丑上楼 大家劝都来不及 只听得阿丑半楼梯 就尖声嚷痛 利而长 像特别快车 经过小站不停时的汽笛 跟着嚎啕大哭 彭徒听了心痛 咬牙切齿道 这孩子是该打 回头我上去也要打他呢 下午柔家临走 二奶奶还满脸堆笑说 别走了 今天就住在这儿吧 三妹妹 咱们把他扣下来 大哥 只有你 还会送他回家 你就不要留住他吗 阿丑哭肿了眼 人也不理 方老太太因为儿子媳妇没对自己叩头 手势也没给他们 送他们出了门 回房向顿翁击鼓 顿翁道 孙柔家礼貌是不周到 这也难怪 学校里出来的人全野蛮不懂规矩 他家里我也不清楚 看来没有家教 方老太太道 我十月怀胎养大了他 到现在娶媳妇 瘦他们两个头都不该吗 孙柔家就算不懂礼貌 老大应当教教他 我越想越气 顿翁劝道 你不用气 回头老大回来 我会教训他 红剑真是糊涂虫 我看他将来是要怕老婆的 不过 孙柔家还像明白懂道理的女人 我方才教他 不要出去做事 你看他倒点头服从 柔家出了门就说 好好一件衣服就算毁了 不知道洗得掉洗不掉 我从来没见过 这种没管教的孩子 红剑道 我也真讨厌他们 好在将来不会一起住 我知道今天这顿饭 把你的胃口全吃倒了 说到孩子 我倒想起来了 好像你应该给他们 见面钱的 还有两个佣人的赏钱 柔家顿足道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我家里没有这一套 我自己刚脱离学校 全部知道这些奶奶精 麻烦死了 我不高兴做你们方家的媳妇了 红剑安慰道 没有关系 我去买几个红风套 替你给他们得了 柔家道 随你去办吧 反正我不会讨你家好的 你那两位弟媳妇 都不好对付 你父亲说的话也离奇 我孙柔家一个大学毕业生 到你们方家来当没工钱的老妈子 你们家里没有那么阔呢 红剑忍不住回护顿翁道 他也没有叫你当老妈子呀 他不过劝你不必出去做事 柔家道 在家里享福 谁不愿意 我并不喜欢出去做事啊 我问你 你赚多少钱一个月 可以把我供在家里 还是你方家有祖传的家道 你自己下半年的职业 八字还未见一撇呢 我挣我的钱 还不好吗 倒说风凉话 红剑生气道 这是另外一件事呀 他说的话也有点道理 柔家冷笑道 你和你父亲的头脑 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 亏你还是个留学生 红剑也冷笑道 你懂什么古董不古董啊 我告诉你 我父亲的意见 在外国很时髦的呀 你吃亏的就是没留过学 我在德国 我就知道德国妇女的三K运动 教堂 厨房 保育室 柔家道 我不要听 随你去说 不过我今天才知道 你是位孝子 对你父亲的话这样听从 这吵架没变严重 因为不能到孙家去吵 不能回方家去吵 不易在路上吵 所以 蛇见唇枪 无用武之地 无家可归 有时不失 世装姓氏 两亲家见过面 彼此请过客 往来拜访 心里还交换过鄙视 谁也不满意谁 方家恨孙家减慢 孙家厌方家臣服 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 顿翁一天听太太批评亲家母 灵感呼来 日记上添了精彩的一条 说他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两家攀亲 要叫结为秦晋 写完了得意非凡 只恨不能送给亲翁孙先生赏剑 洪剑柔家两人左右为难 受足了气 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 洪剑为太太而受气 同时也发现 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 从前受了气 只好闷在心里 不能随意发泄 谁都不是自己的出气筒 现在可不同了 对任何人发脾气 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 父母兄弟不用说 朋友要绝交 用人要罢工 只有太太 像河马史诗里封神的皮带 受气的容量最大 离婚毕竟不容易 柔家也发现 对丈夫不必像对父母那样有顾忌 但他比洪剑有寒养 每逢洪剑真动了气 他就不再开口 他仿佛跟洪剑抢一条绳子 尽力各拉一头 绳子蹦直欲断的时候 他就凑上几步 这绳子又松软下来 气头上虽然以炒嘴为快 炒完了 他们都觉得疲乏和空虚 像戏散场和酒醒后的心理 回上海以前的吵架 随炒随好 宛如妇人家的饭菜 不留过夜的 渐渐吵架的愚仇 要隔一天才会消逝 甚至不了了之 没讲和就讲话 有一次斗口以后 柔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你发起脾气来就像野兽咬人 不但不讲道理 并且没有情分 你虽然是大儿子 我看你的父亲母亲 并不怎样溺爱你 为什么这样任性 洪剑爆溃地笑 他刚才相骂赢了 胜利使得宽大 不必环境说 丈人丈母重男轻女 并不宝贝你 可是你也够难服侍 他到了孙家两次以后 就看出来 柔家从前口口声声 爸爸妈妈 而孙先生孙太太 对女儿的事 淡默地等于放任 孙先生 是个恶意义的 所谓好人 无用之人 在报馆里当会计主任 毫无势力 孙太太老来得子 孙家是三代单传 把儿子的抚养作为宗教 他们供给女儿大学毕业 已经尽了责任 没心思再料理她的事 假如女婿过得很 也许他们对柔家的兴趣 会增加些 跟柔家亲密的是 她的姑母 美国留学生 一位叫人家小孩子 你的baby 人家太太 你的missess 那种女留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